最近的消息前河美县长阮后爵呢 卷入了祭祀工业的土地弊案 涉嫌收贿1208万元 而被羁押了三个多月之后 阮后爵提出了600万元的保证金 向法院申请停止羁押获准 这是目前我们收到最新的讯息 而另外一个官司呢 是关于媒体的周玉寇跟蔡玉珍 因为他们乌龙爆料金华非文案 被依照了诽谤还有各自法给起诉 而在昨天北院一审判决出炉 两个人各被判了一年六个月 而且是不得一颗罚金 有专家就分析了法官的位重判 是因为呢两个人都是名嘴 没有经过查证就在媒体爆料这些假讯息 严重伤害到了当事人 而在党也炮轰这样的判决呢 根本就是刚好而已 一起来了解 2022年媒体人周玉寇 蔡玉珍 乌龙爆料前中国小姐张淑娟 和讲完爸爸讲笑颜的精华非文案 张淑娟大崩溃 怒控两人加重诽谤的罪去绝和解 当庭怒制两人用舌头杀人 台北地院26号重判周玉寇 蔡玉珍隔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虽然周玉寇曾经三度道歉 但是法院认定周玉寇自时否认犯刑 蔡玉珍虽然认罪 却又坚称没有反议 两人犯罪态度难认良好 回庭证为不实爆料造成张淑娟的 诽谤假消息权制界可困览 身量刑重要理由 过往多半都是判处六个月以下 可一颗罚金 但是这两位都被判处了 一年六个月是不能一颗罚金 而且一定要入肩服刑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两位都是知名的民罪 又在媒体披露 没有跟当事人做确认 才会判处这么重 专家分析周玉寇没查证 又在媒体乱爆料 是被重判的关键 在业党也讽刺周玉寇 这会完全踢倒铁板 周玉寇就是一个毁谤 常常被控告毁谤 而成立的人 怎么有资格担任媒体的评论人 所代表的就是谎话假信息 可是他的政治正确 却也一再地在媒体上垮垮而谈 今天刑事上判了这样的重刑 我认为刚刚好而已 叫罪有应得 因为他已经成为林嘴圈的XX 在民嘴圈的一天 事实上民嘴的整体攻击就往下拉 乐见他为他的言行付出代价 过去就算频频被告 周玉寇似乎也有恃无控 但如今法院重判 未来要是二三省 结果不变 周玉寇恐将入狱服刑 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代价 这是从陈珍采访报道 虽然还要经过二三省 大家都觉得 周玉寇跟蔡征会不会入狱服刑呢 因为他们在2022年 九合一大选的时候 乌龙爆料说 前中华民国小姐张淑娟 还有及前立委蒋校园的 金华非文案 遭到法官重判两人 是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认为诽谤假消息 是全世界可以阅览 是个重要的理由 而张淑娟在今天 也开了记者会感谢法官 今天我一口气一口气呼吸到现在 我要先谢谢每一个帮我加油的人 三年前 周玉寇跟蔡玉珍去吃饭 他们跟维格的校长吃饭 我的同学在那里做服务 被叫进来打招呼 他是维格基金会 也是工作人员 然后你吃完饭隔了17个月 突然间要选举了 你觉得这个陈世忠的选举有危险 你要打蒋万安 所以你就把他爸爸的案子 拿出来破脏水 检察官跟法官出庭的时候都问说 你们播这个新闻之前 有没有问过那个证人啊 他们就说没有 那你播这个新闻之前 有没有问过张小姐 没有 我希望周玉寇小姐 当你们攻击别人的时候 请你们做做功课 然后不要为了自己的政治红利 如果周玉寇小姐跟蔡玉珍小姐 真的觉得有悔过的话 应该到脑里面去真心悔过 而不是继续 说完道歉 明天继续霸凌下一个人 要宣判6月28号的时候 我们律师就收到周玉寇律师的信 对不对 律师 他就写说 他有一个邀请函 请我喝下午茶 他非常的仰慕我 然后他要帮我开节目 他要帮我卖作品 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就很很伤心 更伤心 就是你把一个人丢到地牢 已经关了三年 没有天 没有日 然后你这时候要突然间 希望请我喝咖啡 这么喜欢我 你喜欢一个人 怎么会在人家一生的故事上 颇粪丢死 我觉得然后这样子污蔑之后 现在要来喝下午茶 这个下午茶我是喝不下去的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膚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大肌膚弹性水嫩 轻松富贫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全校精华 精华双 即刻启动动名密码 儿子宣估计刃 低约 空费 作词 上来 轻松 感写 干净 难道